好,各位同學,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雙達羽球規則 那雙達羽球規則,老師首先先介紹一下羽球的場地的一個設備,一個線 因為很多同學常會把雙達的線搞分掉 尤其是什麼?就是後滑球線,還有兩邊的線 因為羽毛球的線,有人會覺得很複雜 所以老師今天特別把它介紹清楚 首先先介紹第一條線,這條線叫雙達的前發球線 也叫單打的前發球線 然後邊線的話,一般羽球來講是最好邊的這一條線 那這邊有兩條線,一般大家不懂的線就是在這一條 這一條叫雙達的後發球線 那雙達的後發球線呢,它只有在發球的時候才會使用 一發完球,只要對手打完球 就不會去用到這條線 所以常同學會搞問這條線是什麼線? 就是雙達的後發球線,請各位同學要記清楚 我們考試的時候會考 再來這一條就是什麼?就是底線 那底線的話呢,就是 不管單雙來講,只要球落地到後面 就是傑外再贏一場好球 就是雙達的後發球線 那這一條就是跟坎達一樣 我們有介紹過這一條叫中線 那中線的目的呢,主要是什麼? 就是打他換回一場右發球區跟左發球區 尤其雙達這條線很重要 因為發球的時候,你發球的人 某數必須站在右邊,右發球區 基數會站在左發球區 那以上是這個場地線的介紹 那請各位同學分清楚 雙達的前發球線跟後發球線 還有中線,邊線,底線 如果這個了解了以後 你打雙達的比數算分就會很清楚 那接下來老師要介紹的是雙達的分數算分 雙達分數算分 以雙達來講,羽球的都是三戰兩勝 21分打21分三局三戰兩勝 那獲勝者為勝 那雙達比較複雜的是因為兩個人站位 那今天老師有請一個 同學叫王岐霖同學幫忙做示範一下 然後老師會稍微講解一下雙達站位 尤其發球跟接發球 首先比如說比賽一開始 一般比賽的時候呢 裁判會丟銅板 或是用丟球 讓他選邊或選球 那完了以後開始的時候呢 0比0基本上站位 一般老師如果現在是先發球 我是算在右發球區就是偶數 然後王岐霖同學就會站在奇數 然後比賽的時候呢 只要是誰發球 算了比數誰發球 偶數就站哪一邊 比如說老師現在是偶數 0比0 我發球 那我們怎樣得分 我們兩個得分 那在奇數 我發球就會站在左發球區 那王岐霖會站在右發球區 結果現在老師發球 打打打打 4分呢 這時候對手得分1比1 1比1的時候對手會站在左發球區 那老師接球 就必須站在左接發球區 再來 老師接了 繼續打 那我們得分了 那這時候 就由王岐霖會去發球 現在2比1就站在偶數發球區 那現在由王岐霖同學發球 那我們就打打打打 又得分了 這時候王岐霖3比1 他就必須到左發球區區發球 來就繼續發球 又得分了 這時候怎樣 又得分4比1 好 就是因為再繼續發球 但是因為雙打來講 就是雙打的得分 就會繼續換邊 繼續發球 如果勒4分 比如現在我們 好王岐霖發球 好我們4分 就換對手得分 就是2比4 對手必須2就在右發球區 王岐霖就會接在右發球區接發球 然後就開始一樣繼續 照著分數去算 那由此 由此 繼續照這樣的模式 繼續算分數 那到誰能達到21分 誰就獲勝 然後如果20比20 DUCE 先贏2分者獲勝 然後最高只有DUCE到30分 這是雙打的一個比賽的規則 及如何刷分數 好今天我們雙打規則就介紹到此